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說一下7月6日的一個光復屯門活動 大約在兩點半鐘在一個叫做新德里遊樂園的地方集合 大約在三點鐘左右就會出發 由這個新德里遊樂園到屯門公園 途經多個地方 總共有三至四個地方 當時的天氣非常嚴熱 差不多有30度以上 烈日當空的底下 基本上還沒開始走 已經是滿頭大汗 真點10X 不過不怕 始終都非常嚴熱 一開始就可能因為風爐太多 也不能走得動 三點鐘開始走的時候也不能動 可能風爐太多 所以等到到三點二十分 踏四的時候才開始出發 基本上大家都是和平理性地遊行 然後高叫一些日口號 例如是一些 團宮淫松多 嚇傷弟弟哥 光復屯門 黑不容悶 預防禽流感 密摸活家禽等等的一些口號 還有其他一些口號就不一一詳細講述 基本上這一個遊行都是比較多一些 可能是一些家長 帶小朋友一起去的 因為其實這個屯門公園都 如果說是帶小朋友 有機會他們都是屬屯門的居民 覺得可能真的有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就帶一家大小出發 好 大約四點鐘我們就去到這個大媽的集中地 屯門公園的重災區 屯門公園的重災區 雖然四點鐘的時候就已經去到屯門公園 但由於人數實在太多的關係 所以不太能走進去的 雖然有部分的表演者 大媽都收到風 會有這個遊行隊伍去到屯門公園 但仍然有少數在裏面繼續表演等等各方面 其中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其中一名的表演者大媽 就在裏面被人包圍 詳細的我不清楚 只不過是比較簡短一點 因為我不是站到最前 所以我就看不到 其中一位被包圍 他自己進去公園 當時是有警察在場 警察見狀 就在公園門口起了一個防線 起了一個防線 我也覺得挺奇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都不太發覺 不太發覺有什麼表演者 或者其他 但可能因為他起了防線 所以我看不到 後來我才看到防線 大約在六點半的時候 就有三十名的一個警員 互送下 就送走了那個大媽 然後還有很多事件發生 包括有一些 就是去襲擊一些遊行的人士 然後警察就沒有即時去拘捕他 就互送了一些司集者上的士 有一個這樣的事件 只是單單是上述的一件案件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人 都會是很無奈 很不解 還有憤怒的 真的不會明白 為什麼襲擊員 都好像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就互送他走呢 不得而知 不清楚了 還有他是一些什麼人士 需要互送他呢 再者如果有人目擊到事件的話 我自己認為 警方不是應該把那個人士 叫他回去警署 或者是怎樣接受調查也好 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犯事 就拘捕他也好 都應該是需要有一個 即是由警方去帶走去接受調查 即是回去警署等等 就不是互送他走的 我覺得 而他就選擇了直接放行 即是直接放走了 比較誇張的就是直接互送他上的士走 對了 不過一些警察的執法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普通市民 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 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